好 回到現場 在這一次的交鋒 我們再次給您一個最新的資訊 也就是剛剛我們所討論的 就說賴清德今天講了這麼一句話 說把中華民國當作是兩岸的護國神山 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要給台灣帶來災難 在剛剛的會後記者會上 賴清德強調 這是他的口誤 他的原話其實應該是講中華民國憲法 不是在講中華民國 他覺得柯文哲抓到他小辮子這樣子打 他覺得並不是太合理 不厚道不應該 不過另一件事情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今天討論最多的是賴皮寮 也就是房屋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扯到了這三個字賴皮寮 賴清德其實不太開心 我們來聽聽這個原話 一個問題我在內心很久了 其實黃國昌公布他們家的賴皮寮控照圖 其實新北市政府早就有了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你是要仰岸還是你們就是互相攪伏 我這想不通 第一個我不接受柯主席撐我們家的房子 是用那樣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不禮貌 一般的民眾就算了 你是黨主席總統候選人 你不應該帶頭做這種惡意的示範 好 她進去不開心 因為後面當柯文哲這邊提到了 他自己新竹的問題的時候 他有一點哽咽 然後賴清德馬上說 我相信你剛剛那個絕對是真情流露 我絕對不會說你是為了那塊地 再哭再不開心 不過另一個議題在今天也是重點之一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在最近所發生的重大社會案件 很多人開始討論了廢死的爭議 今天也有相關交鋒 好 其實在廢死這個議題上面 現在會引發這麼多討論 主要是因為在網絡上太多年輕人在講了 還記得嗎 這個新北割喉案 這件事情確實民眾大家都在問 去學校的安全去哪裡才安全 甚至還有人在網絡上說賴清德 恐怕會這件事情會影響到他 因為他們說現在少年法 已經不適用在未成年的年輕人 所以到底民進黨現在處理這些事情 是不是讓大家覺得真的有保護到校園安全 網絡上的討論 現在甚至有人決定要站出來 要下修連署 他們講法是1月14號要開始發動這個連署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說 在目前因為1月13號大選了 所以沒有辦法做相關的連署 那就是選完之後馬上做 甚至不排除走上街頭發動遊行 大家說這個一定要修 不然擔心之後會很難處理 甚至在今天也看到了教師他們很直接的講 因為相關的法規的關係 所以除非已經發生事情 不然警察也沒有辦法來幫忙你 老師第一線的教師說實話很難處理 大家開始在討論為什麼會變這樣 討論當中討論到了一個人是范雲委員 范雲委員曾經有發了一個記者會 這裡面就特別強調說是不是可以搜孩子的書包 違法搜查 范雲昨天再次的發一個聲明 他表示當時會開這個記者會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是無差別式的 大家通通收 所以他才會出來有這樣的一個訴求 是不是是可以針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 或者是攜帶違禁品來搜 但是不可以無差別的全部大搜查 大家開始在問這個邏輯 我真的不懂 甚至也開始出現了非常多的梗圖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想要請教亮哥 在這一次的辯論會上頭 非常多的話題 從一開始我們講到兩岸之外 其實很多人更關心的是民生議題 包括了這一次賴皮寮的爭議 其實很多人覺得說 當然賴清德講 我都不是第一個講的 你們先講我才被迫回應 但是聽到了賴皮寮三個字的時候 他不開心 請教亮哥怎麼看 那個FACE羅志強是專家 待會兒由他來說 范雲那個是逼中就輕 因為他的提案的原文 後來那個管理辦法就是這樣寫的 就是你要做任何的搜查 學生會代表 家長會跟教育 反正三個代表裡面要有兩個在場 這個在現實上根本做不到 所以形同無法搜查 這個兩個人在場的要件就是他加進去 所以這個不要賴就是你幹的 就是你跟那個人本交易基金會 就是沒有考慮到校園安全 校園秩序上要維持有一定的難度 你沒有考慮到人家的困難 那你一面倒的站在學生的人權那個角度 事實上凡事一定要取一個均衡點 你沒有 結果就導致教育部 因為這庭文中跟你們就一路了 所以才會搞成完全失衡的狀態 那事實上還要回到民進黨一路 比如說你不要叫官 然後老師體罰也不要 那後來連老師要處分學生 如果有學生實在太過分 事實上現在到了國中 很多學生都長得很高大了 像我們業營那麼小隻 去國中當老師 就很容易被學生欺負 對不對 那個學生 如果互惡不俊完全都不聽你 你怎麼辦 你最多的權力是叫他罰站五分鐘 你知道嗎 然後你罰站他的時候 他用三字經繼續罵你 那你怎麼辦 你還可以讓他繼續罰站五分鐘 這樣 那這有什麼用 還有各種留言 那學生還可以去舉報你 所以在台灣的整個校園的倫理 秩序是蕩然無存 那事實上教育部當然要負絕大的責任 因為這個就是民進黨一面倒 都站在人權那邊思考 沒有考慮到校園的一定的秩序 對於其他學生學習的 必要的一個安定的環境 是多麼重要 其實在目前為止 大家就開始在討論了 說到底我們第一線 是可以做哪一些事情 到目前為止 基本上前線的老師 國教盟這邊 他們直接的回應說 事件發生之後 譬如說有很多 就是八加九 就是在校外 對穿制服的學生叫囂 或者是讓孩子們感到害怕 但是他們說 他們也沒辦法叫警察 他們真的沒有能力處理 甚至他們這個形容是學校就像是待宰羔羊一樣 這其實是對於第一線的老師 他們也希望能夠幫助孩子 但是他們有的時候 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從何做起 請教兵哥 我覺得這種東西 范雲當初你知道他做多離譜 他不只是不讓收書包而已 他甚至說連學生不尊重老師 都不能夠寄警告什麼都不行 他當時是完全就是為了討好學生 就完全站在就是學生最大 然後什麼都不能弄 然後結果 因為我很多同學都在當老師 他們現在就面臨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你知道 就是他們根本不要管學生 因為沒辦法管 你管了你自己會倒楣 你管馬上你報告就寫不完 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那對老師來講 特別因為我的同學 都差不多五十幾歲了 所以對他們來說 我管他們多幹嘛 我就是當作沒看到 所以他們以後上課的時候 就只跟好學生溝通 那一些就是不願意聽訊的 不願意專手自覺的學生 他們就當作看不見就好 不然的話 剛剛亮哥已經講 現在學生個子多高大 你以為他們打得贏 而且說真的 就算你打得贏 你打得事情更大條 不是嗎 所以對他們來說 最好的方式就是當作沒看到 那壞學生就壞吧 反正因為他們不能夠做任何處置 你處置的時候就會倒楣 那老實講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那一天是那位同學 因為他是風紀股長 他出面了 如果這個風紀股長沒出面的話 那是不是老師就要出面制止 老師出面制止的話 你覺得被捅的是誰 當然就是老師 所以懷疑嗎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個人認為學校 當老師連自己安全都沒有辦法保障的時候 他怎麼可能去保障學生的安全 這不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們當初把教官 要求教官離開學校 OK 那你們的替代機制到底是什麼 有人提過這件事嗎 沒有 其實今天很可惜的就是 我覺得大家在這一次的總統辯論會上面 也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我一直期待說 因為這是當前最重大的一個社會治安問題 那三位候選人好像都沒有就此琢磨 沒有提出一個量測出來 證監發表有啦 但是沒有說講到很仔細 比如說針對校園的內部這個東西 到底要怎麼辦 那麼具體的作為 對 因為大家都只是 像柯文哲有講說 預防中醫治療 那後來也有說什麼 什麼要阻止暴力 有賴靜德也有說 社會安全法2.0 對 但是問題是 真正的做法是什麼 沒有人講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可惜 因為這是迫在媒睫的問題 大家不要忘記 臺灣是少子化社會 每一個孩子都是家長心頭的寶 那這個問題如果無法解決的話 我個人認為 那我們討論這麼多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意義 你人民生活實際面臨的東西 沒辦法解決 然後大家天馬行空去講兩岸 去講憲法 去講這些東西 人民會無感 所以我真的希望三位候選人 要去加強這個東西 那至於死刑 留給志強講 我們要請強哥來幫我們講這件事情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今天因為這整個社會事件的關係 那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就講說 為什麼現在的孩子 就是很多價值觀 包括以前也確實啦 有聽到嫌犯他們講說 在臺灣殺一個人 一兩個人不會怎麼樣 這一些就讓大家聽了之後 會覺得說 我們是一個有死刑的國家 好所以在今天 我們回到上面 這第一章 有特別侯友宜提到了 臺灣八成民意 強調的是支持維持死刑 所以他就說 他是三個人裡面 唯一一個明確表達 反對廢死的人 他就直接問 你們支持還是反對 希望他們回答 昌哥怎麼看 首先其實這個廢除死刑的議題 跟這次校園的安全事件 他在法治上有一個相類似的地方 就是民進黨上來之後 他非常強調 所謂的加害者的人權 但是他無限上干 加害者的人權之後 就造成守法善良的民眾或學生 他們我們的生命安全受到很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他今天好像是失衡 比方我們先從校園這件事來講 他剝奪今天管理的權能之後 造成學校老師無法去管理危險物品的時候 危險物品當然進到校園 其實不只是刀蟹進到校園 毒品氾濫跟這件事 也有很嚴重的關係 校園毒品氾濫得非常嚴重 是因為今天學校老師 他已經失去了所謂的 校園安全的所謂的管理的權能 我們再講廢死的題目 其實我必須說賴清德 就跟他今天講疫苗一樣 他一路就賴皮 他回答侯宇是說 侯宇現在台灣沒有廢死 各位台灣現在是沒有廢除死刑 但是台灣現在是實質廢除死刑 所以換言之賴清德 你也不能夠不敢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不過我還是要講一件事 賴清德可能要更正一個口誤 你剛剛講中華民國是不是災難 你說這是口誤 你剛剛講我強制要求廢死 我看後文他應該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賴清德你可能要更正一下 你到底是什麼講清楚 但不管怎麼樣 顯然賴清德是沒有講清楚 但是我跟各位講 民進黨在我的選區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要支持廢除死刑 他推薦的苗伯雅 就是人稱廢死大將軍 一路走來始終如意堅持廢死 他講過很多廢死的經典言論 比方說政捷都判了四個死刑 請問改變了什麼 有什麼影響 意思是說還是有犯罪 網友是群起而鴻說 這可以類比 照這樣講 我們法律 警察根本不該抓犯人 因為你犯人抓以後 還是有人犯罪 所以今天有講到說 有八成的民意 是所謂的反對廢死 我剛好楊植斗也在大安區 有做一個民意調查 有73%的民眾 是反對廢除死刑的 其中有一個交叉分析最有趣 連民進黨的支持者 問到羅志強對於所謂的 要求依法執行死刑 跟苗伯雅反對廢除死刑的 這個態度 連民進黨支持者裡面都 只有39%是認同我的 只有33%是認同他 所以換言之廢除死刑 這件事情 在台灣是有很大的共識 那我就反對廢除死刑 那我之後問賴清德 你這句話 你最後實質廢除死刑 請問你 你沒有依法執行死刑 那跟廢除死刑 到底差別在哪裡 好 我們先進下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好 這一次因為重大的社會安全事件 大家開始討論到了廢死等等的議題 在今天的辯論會上 侯友宜直接講了 他是支持死刑的台灣八成民意 反對廢死 他請教另外兩位對手 那這個賴清德怎麼說 賴清德講法是台灣沒有廢死 但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社會政策 請教漢婷怎麼看 先講一下廢死 尤其因為剛才賴清德 其實自己口誤 所以也完全搞不清楚 他到底支持廢死 還是反對廢死 但是你的副手蕭美琴 在2012年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清楚說過台灣要朝廢死的方向 來做努力 而且在2014年的時候 當時民進黨的油美女 也包含其中的蕭美琴 共同提案 什麼呢 叫做赦免法的徵修條文 這赦免法是要求什麼 就是說死刑犯有權 要求向總統請求特赦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耗費繁雜的時間 然後死刑犯 他就可以暫時的 躲過了這個執行 所以第一個 你身為死刑犯 你本人 然後還希望總統給你特赦 這本來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畢竟過去以來的 這個司法的三級三審 甚至是各種的證據 或者你要用齊勤敏術 或十大量刑原則 該審的也都審過了 你說幾十年前 我們的各種鑑定技術 偵查技術 不發達 還有可能誤判 但是都現在這個年代 尤其對於一些罪證確鑿的 就比如說華山分屍案的兇手 比如說鄭捷 請問一下他到底有什麼好研究 就是他犯的案子 但是當時民進黨幹嘛 就是主張通過這種赦免法 然後意圖來幫死刑犯 來請求赦免 請求暫緩他的死刑執行時間 所以這就是民進黨 所有的大部分的立委 就包含現在的副總統 提名人蕭美琴 他就是主張廢除死刑 就是主張要暫緩執行死刑的人 然後侯友英是堅定執行死刑 當然柯文哲目前來說 也算是比較支持 執行死刑的態度 再來一個我們又看到 前面范雲所說的這一切 他們這一群人就什麼 他因為他自己是高學歷 就活在象牙塔裡面 范雲自己北英女 然後台大畢業 他覺得我懂得自律 怎麼可以來搜查我的書包 但他完全不了解 第一線的學校的狀況 有很多學生是無法自律 需要他律的 很多現在的國中 或者是比較複雜的 高中跟高職的學生 都已經成為幫派滲透的對象 他們現在情況下 就拿著一些鋁棒 或者就拿著這些刀 然後進入校園 那最後這些事情誰來管 所以校園的治安管理 不能夠任由民進黨這樣搞 不過我們還是必須要幫 柯文哲來講一下 他的原話說什麼 當侯友英問他是否支持費死的時候 他說不執行死刑 就終身監禁 但另一個部分 當然剛剛漢庭講完 我也要想要再補一下 因為我覺得不是佔學歷 但是就是在第一線的教師們 他們確實今天也站出來了 告訴大家如果沒有發生事情 他沒有辦法請警察來協助 而現在他們覺得 學校像是代載羔羊一般 他們只希望政府能夠幫忙 第一線的教師 解決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在特定學校 而是一個每一間學校 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夠幫幫他們 這些無助的老師 我們先進廣告